在上班的路上,发现这一群小奶狗,狗妈妈带着它们生活在这里。 这是一个建筑工地,流浪狗生活在这里有很大的危险。 但是小狗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 它们无忧无虑跟在狗妈妈身边,有狗妈妈保护,它们的世界就是安全的。 它们甚至不怕人,可能曾经有人投喂过小狗。 在一次见到这群小狗时,狗妈妈带着小狗躺在离之前不远的眼镜店前。 原本见到有五只小狗,但现在只有一只小狗和狗妈妈待在这里,没有发现其他的几只小狗。 它们躺在店门口,大概是在等有人施舍一点食物。 小狗躺在妈妈的怀里吃奶。 它倒是养得胖胖的,看来都是狗妈妈的功劳。 将自己的孩子照顾得很好,看它们的表情,似乎很开心,它们为自己能够活下来而高兴。 后来,听店老板说,这条流浪狗经常带着它的孩子来它的店门口讨饭,它也会备一点狗粮来喂它们,但它们从来不会进去,不会打扰里面的客人。 再一次路过遇见它们,天空下着小雨,狗妈妈和它的五个孩子又出现了。 它们靠在墙角躲雨,即使这样,它们也不踏进店里半步,它们非常懂事,就在门口等好心人给它们投喂一点食物。 小狗们应该是饿了,它们钻进妈妈的怀里喝奶,狗妈妈躺在湿宁的地面上,满足孩子们的要求。 看着流浪狗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讨食,感到很心酸,它们居无定所,每天能不能吃顿饱饭也得看运气,小狗可以活得无忧无虑,那是因为狗妈妈帮它们承担了生活的苦难。 它们饿了还能喝狗妈妈的奶水,狗妈妈饿了却一点东西都没得吃,狗妈妈真的很伟大。 发现了它们住的地方后,我们经常送一些食物过去,尽可能让它们不会饿着肚子。 每次拿到食物,流浪狗都很兴奋,叼起来后躲在一边吃去了。 小狗们屁颠屁颠跟在狗妈妈后面,这群跟屁虫什么时候都不想离开妈妈。 流浪狗一家人就这样生活下来,靠着附近居民的投胃,孩子们都活得很健康。 狗妈妈也会像往常一样,肚子饿了就带着孩子等在眼镜店门口。 等待别人投胃,小狗们还是那样天真无邪,兴奋在妈妈身边玩耍。 后来有几天因为工作原因,没有时间给流浪狗投胃食物。 隔了几天再过来时,狗妈妈又带着孩子来到了店门口,看来这次有点饿了,他们都站起来,一直盯着店里面看。 可能还没有人给他们投胃食物,狗妈妈明显饿坏了,她一直盯着里面看,但老板好像忘记带狗粮了,并没有食物给他们。 她还得停下来给孩子们喂奶,她的几个孩子倒是养得白白胖胖。 在她看来,狗妈妈是一只流浪狗,但她的孩子不是,有妈妈在的地方就是家。 小狗们永远不会饿肚子。 天气预报说这几天都会下大雨,流浪狗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,我在想办法联系朋友,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收养他们。 我一个人要养活这么多狗,还是有点困难的。 小狗们渴了就喝地上的脏水,对于流浪狗来说,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。 他们只是为了活下去,即使在雨天,他们也没有地方可以避雨,全身都被雨水淋湿,看得我们心里非常难受。 就算我们的条件在困难,还是决定将他们都带走,在未来几天暴雨来临之前,给他们找一个温暖的家。 至少可以给小狗们遮风挡雨。 想看你笑,想和你闹,想用你如我怀抱。 上一秒,红着脸在争吵,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。 不怕你哭,不怕你叫,因为你是我的骄傲。 在朋友的帮助下,将五只小狗和狗妈妈都成功捉到,我们将它们带到宠物医院接受常规的检查,确保它们身上没有传染疾病之类的,保证流浪狗一家的安全。 幸运的,经过医生的检查,狗妈妈和五只小狗都很健康,医生排好时间给小狗们注射疫苗,它们就可以带回来喂养了。 它们在新家吃喝玩乐了一整天,看得出来,它们都很适应这个新家,并没有怕生的情况,也有可能和之前投喂它们有关系。 在它们眼里,我早就已经算是它们的主人了。 小狗们在家里玩累了,倒在地板上就睡着了。 这大概是它们睡得最安稳的一次,再也不用担心,再雨天淋雨,这里很暖和,很安静。 后来给小狗们分别找了几个主人,五只小狗陆陆续续有了新家,它们拥有了新的伙伴,从此就要和狗妈妈分离了。 它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,不知道它们还会不会记得,妈妈曾经带着它们在野外流浪的日子。 孩子们过得幸福,大概也是狗妈妈希望看到的结果吧。 孩子不可能永远待在身边,它们应该拥有自己的狗生。 只要都能过得开心就好。 小狗们慢慢长大了。 新主人经常会发一些小狗的视频,看得出来,它们的狗生都很快乐。 它们现在很漂亮,很健康地活下来了。 我把狗妈妈留下来,它经历了一段失去孩子的惆怅日子,后来慢慢活泼起来。 它自己其实也只是一条贪婉的小狗。 但是做了妈妈后,它就变得成熟起来,承担了妈妈该承担的责任。 曾经苦难的日子终于都过去了,它现在要享受属于自己精彩的狗生。 这一家人都过得幸福的生活,和曾经的流浪生活彻底告别了。 希望能一直快乐地生活下去吧。 想看你笑,想和你闹,想拥有你如我怀抱。 上一秒,红着脸在争吵,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。 不怕你哭,不怕你叫,因为你是我。